今天主要分享的是被单字的辛苦谈 现在在被单字虽然有提供很多工具 可是其实它这些工具本身 以目前的发展来讲 其实很多还都是很不牢靠 举个例子来讲 我曾经下载一个APP的软体 它号称可以手这样滑滑滑滑滑就可以被单字 那滑没多久 可能这个软体就再也找不到了 也没办法更新 好像是公司倒闭了 像这样的情况实在还是蛮好笑的 那第二个部分的时候 我也是download一个大陆的一个很知名的软体 在2017年的现在 也就是说11月的31号的今天 我去download了 结果一下载叫金叉被单字 非常有名非常大的一家公司 然后被没四天 然后档案就层次就挂 层次就挂点了 后来就只好把他还回去了 就把他卸除了 那基本上来讲 他好像不大能接受一个人 一天可以被2000多个单字 甚至于我觉得单字质量也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 怎么可能一时序这种东西都可以当作单字来弄 反正基本上来讲 我是觉得说以2017年来讲 还是很多东西都很不牢靠的 然后第二个部分呢 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 我们今天当然讲就是说 有很多APP被单字的软体 它必须要在网路上 你要挂在网路上 而且甚至我们先讲 有没有声音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要挂在网路上才会有声音 这个基本上也是困扰 然后再来其次的部分 就是所谓的不完整 还有所谓的没有系统的问题 所以没有系统的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讲这个东西 什么叫没有系统 就是说假设比例来讲 我们今天讲 我们讲字跟被单字 就象征性就拿个五个六个十个这样子 那哪有可能那个字跟只有这么少的字 所以这基本上来讲 这个东西还是非常不牢靠 那所以在做法上来讲 我是个人是很建议读者 就是说想办法去创造自己的方法 那感觉上这个东西的话 要自己去创造的话 感觉上虽然是有点困难 可是其实有很多东西 在经过询问别人之后的 或者透过团体的 大家互相帮忙的方式 这些问题都可以很容易被解决掉 举个例子 像上一档次的时候 我录了一个英语被单字的想法 我里面一个档案 很多人就觉得说 这东西很简单 就是两个一色一起对照 那每个人看到 听到我这个档案 看好像都很简单 我说这东西里面是大学问 第一个部分的时候 你怎么把两个 一色打并列 而且它可以同时跑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你去哪里找这么多单字 也就是说 这些单字都是动词 都是动词 或者都是形容词 这地方有点难 第三个部分 你知道哪一个软体 可以提供 所谓的查证点的功能吗 甚至于我们今天来讲 你知道哪一个软体 可以提供 所谓的单字发音 那当然很多人的时候 会把它送到Google翻译 那速度终究是太慢 你能不能说 随止 随念 这样的效果是最好 然后所以说 它里面是 单纯就好像说 我举个例子 删除列 你删除列 你要把它拉到工具列里面 那你在点选的部分 才可以快速删除 这样才可以协助你 让你更快的被单字 所以我今天基本上讲 这个东西 你要有这样的一个idea 有这样的想法 那基本上 学习这样的做法之后 你以后才有办法去 很快速的节省自己的时间 那我今天介绍这部分的时候 我们就介绍我上一个档次的 一个excel两个档案 就上面一个excel档案 后面下面一个excel档案 那很多人都认为说 这个东西打字需要很多时间 其实不用 就是好朋友自己 自己相招几个 然后直骰字 决定谁打ABCD 那找24个人 基本上一本字典就可以把它搞定 这是第一个重点 那第二个部分的时候 至于说你说 那翻译怎么办呢 当然有所谓图方法 也有所谓系统方法 其实只要你有英文版本 你送上Google去做翻译 它基本上就会有一个 所谓的中文版本 那接着部分的时候 你就可以开始练习 那这样的练习过程的话 是不是就避免掉那一些 所谓的网络APP的问题 举个例子 第一个 整本字典的动词都有了 那就没有所谓的 没有系统的问题 第二个部分 每个字都会念 所以基本上也没有所谓的 挂网络的问题 再换另外一个说法 也不会有所谓的 不完整的问题 那各位在看 我这其他档案 其实都是透过朋友 透过一些学习英语 有兴趣的朋友 然后大家互相贡献点 智慧有一些想法 互相去整理出来 各位看到 右上角这个地方 基本上是一本字典 那它是一个朗文字典 然后右下角的这个地方 它也是另外一本字典 叫柯林字典 然后再来各位看中间的部分 除了动词以外 还有所谓的动词的同意字 所谓的动词的反义字 甚至动词的相关字 甚至动词跟动词片语之间的相关用法 那在这些目录的部分的时候 都有都有一些安排 那今天只要你有这样的一份文件 或者你集聚团体做出这样的一个文件 大家都可以用 大家就可以达到节省时间的目的 感谢各位收听 我是张明毅 更多的英语学习方法的时候 请看英语思维大突破 谢谢各位